大家好,我是敏敏,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电影 主人公老王是个成功的医生,刚获得了什么贝尔什么奖 妙手人心,事业有成,为人有点傻醇醇 软肋是宝贝女儿小小王,女儿脾气倔,刁蛮任性 因为工作,老王错过了女儿的生日 小小王很生气,电话不接,转信不回 回国的飞机上,迷妹空姐找老王要签名合影,她有点不自在 终于下了飞机,却遇到一个小男孩吃糖卡住了 她急忙上前救助,迎走了大家的掌声 还没走出机场,却被同事安排记者采访 搞定后终于可以出发见女儿 看着满满的礼物,想着可以见到宝贝女儿 老王激动不已,二人约定12点见面 开着车,老王止不住脸上的笑 接着,他看到路边有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橙红色的出租车,撞到了路边的一堆砖头 老王犹豫了一下,出于医生的职责,跑过去处理伤者 司机受了重伤,血肉模糊 后座一个女子已经死了,草草处理完 他看时间已经快12点半了 打小小王手机说自己马上就到 但手机那头却是一个男子接的电话 说那里出了车祸 他回头看了下身后车祸的对面 一堆人围在那里,地上躺着一个小女孩 哦,血都凉了 他被奔过去掀开盖着的白布 没错,正是他的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 看着女儿被几乎人员推走 他几乎懵了 忽然,镜头一转 老王在飞机上惊醒,满头大喊 还好,是个噩梦 明媚小空姐走过来求千名合影,和之前梦里的一样 他怪异的看着空姐,一种不好的预感袭来 下了飞机,他回头看了下 一个小男孩正在吃一粒硬糖 马上小男孩就卡住了 他还是跑了过去救助小男孩 然后是记着采访 他茫然的看着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坐在车里和女儿发短信 还好短信内容和梦里是不一样的 他一路飞奔过去赶往约定地方 路上不敢浪费时间 走到了梦里的车祸路口 路口又被撞烂的成红色的出租车 路对面,小小王满脸是血躺在地上 老王的血再次凉了 心如刀脚地哭了一阵 再次惊醒 他还是坐在飞机上 他开始意识到那不是个梦 而是一个恐惧的死循环 老王这次聪明了 他要救女儿 争分夺秒地救小小王 在机场抢过小男孩的糖 取消于女儿的约定 疯狂地闯售飞战 抄气炉 通知出租车司机会发生车祸 但每次都失败 一次次地看着女儿在他面前死去 一次次地在女儿尸体旁痛哭 简直地狱般的折磨 终于有一次 他被一个人揪住衣领 那人疯了一样地问他 你是谁 为什么所有人都一样 只有你不一样 原来陷入死循环的不止老王一个 这个人 我们叫他老二吧 老二是那天车祸的救护车司机 出租车后面死去的女子 正是老二的妻子 当天夫妻俩因为要孩子的事 吵了一架 妻子夫妻坐上出租车离开 出了车祸 老二也陷入了死循环 于是老王和老二结成了同盟 想尽一切办法改变这一结局 他们发现 这一天开始于11点20 结束于12点30 事故发生的时间是12点 所以要在12点之前阻止这个车祸 于是老王在记者采访时候 通过直播告诉小小王 改变约定地点到中央公园碰头 而老二媳妇因为吵架不接老二电话 老王中间打电话给老二媳妇 让他不要上出租车 接着老二到警局门口一板砖把自己拍流血 装成车祸报案 说一辆橙色出租车撞了他和逃逸了 让警察帮自己拦下出租车 而老王在之前出车祸的地方守着 12点时候 交警队说没有车祸的事情 守在那里的老王也没有看到车祸 小小王打电话说他在中央公园 他们俩都长出了一口气 老王去公园找小小王 二人甚至约定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哦 生活终于能看到美好的希望了 老王赶到公园里和小小王碰头 却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 一个男子的声音说 不管怎么样 你女儿都会死 这孩子三年前就该死了 老王心惊胆战 挂了电话 疯狂地在公园里找小小王 等看到小小王时候 橙色出租车也扑过来了 在汽车撞到小小王时 老王扑了过去 好吧 自己也被车子撞死了 再次惊醒后 老二已经意识到 这是一场谋杀 是有人想杀妻子和小小王 这个人正是出租车的司机 这个司机是谁 他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次老二拿着板砖去了警察局 一板砖把值班警察拍晕了 在公安系统里面找司机资料 而老王去医院找资料 因为神秘电话里提到过三年前 三年前老王和老二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与世无争的小小王三年前就该死 原来三年前小小王生病 需要心脏移植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家属又临时变卦 看着不知情的小小王还傻呵呵的乐呵 老王心如刀绞 难道就这样看着可爱的女儿死去吗 再说老二 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 老二开着救护车在路上行驶 车载收音机发出奇怪的声音 老二低头捣鼓收音机时 一辆绿色小汽车冲了过来 和老二擦肩 哦不擦命而过 也许是为了躲避老二车子 绿色汽车开到了路沟里 车上一名男子和一个小男孩都受了重伤 老二把父子俩弄到医院 好巧不巧的 这俩人都落到了老王的手里 男孩失血过多 已经快不行了 男子还在昏迷状态 你们猜老王会做什么 趁大人昏迷 把小孩的心脏挖出来 用到自己女儿身上 太邪恶了吧 这可是名医啊 妙手人心 玄乎即使得高望重 高风量节功德无量啊 可是 再高尚的人也敌不过 他是一个父亲 现在不下手 猴年马月才能等到捐献心脏的人 说干咱就干 他弄了一份遗体捐赠书 趁着那孩子的父亲昏迷 让他按了手印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我们再说说那孩子的父亲 也就是橙红色出租车的司机 我们叫他老铁吧 不难想象康复后的老铁内心是何等的痛 他也许可以接受儿子正常死亡 但无法接受儿子在没死时被人挖了心脏 恨 万剑穿心般的恨 忍气吞声或者原谅他们 老铁做不到啊 如果老儿开车认真一点 自己就不会翻车 如果老儿发现他和儿子受了伤 能马上给儿子止血 儿子就不会死 也或许 儿子本来就不会死 如果没人挖他心脏的话 我老铁和你们一天二地仇 三江四海恨 拿命来吧 还不够 我要你们天天都生活在地狱里 每天都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眼前 说干咱就干 于是他在出租车里一次次掐晕老二的媳妇 然后带着老二媳妇再去一次次撞死小小王 哪怕自己每次血流成河也值 但老王和老二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轻而易举找到了老铁的家 老二知道老王干的龌龊事情后 狠狠打了老王 并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而且他已经从家里的日历记录上发现 媳妇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当媳妇鼓足勇气跟他商量可不可以要个孩子 他却坚决地说 养不起不要混蛋的自己 还有混蛋的老王 老王和老二也产生了分歧 老二认为要救妻子的办法就是杀掉老铁 老王下不了手 他决定给老铁道歉求原谅 于是在车祸发生时候 他忍住没有跑去看小小王 而是把老铁背到了自己的医院 实行阿勒斯哦不实行救助 血肉模糊的老铁醒过来后 老王开始道歉 哥们对不住啊 不过我闺女是无辜的 再说了 你要是我当时你也会这么做的 对吧 是的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老王被僵了一军 哑口无言 老铁悠悠地说 孙贼永远在地狱里挣扎吧 老王傻咧了吧 再次醒来 老二打电话告诉老王 小爷要提到做了那家伙 老王不同意 并且不讲道义地给老铁通风报信 但老二已经上了老铁的出租车 二人开丝 打得昏天暗地 老铁终于甩掉了老二 开着车去撞小小王 千军一发时刻 老王用豪线袋挡住了老铁的破线袋 救下了女儿 老铁这下亏大发了 一个都没撞死 自己却流血哗啦啦 老王跑过去 奋力拉出了卡住的老铁 我们的二爷也提到赶到了 老王一看不妙 赶紧过去阻止老二 二人瞬间从猪队友变成了神对手 撕扯时候 老二捅了老王一刀 这一刀我只能说老王 你值得拥有 就在两人都爬不起来时 老铁却浑身是血地走向了小小王 一个魔鬼 一个天使 距离越来越近 挨马我的小心脏要跳到键盘上了 然而魔鬼摸了下天使的小胖脸 指尖的柔软让老铁的心都化了 小天使哭着把头 靠在这个杀了自己N加E4的魔鬼肩头 老铁紧紧地抱着小小王 感受着儿子心脏的跳动 时间到了 飞机上的老王再次醒来 脸上带着微笑 他用一盒巧克力换了小男孩的糖果 老铁去见小小王 刁蛮任性的小小王却对老铁一点不声疏 和老铁兴奋地啰里巴索 老铁选择了原谅 毕竟眼前这击身体里的CPU是儿子的 老二直接去了医院 给妻子说要留着这个孩子 二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老王也在记者会上坦诚了自己的罪行 隔空向老铁道歉 故事结束 飞机上的老王再次惊醒 开个玩笑 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 这样的故事让你想到了哪个电影 经典的恐怖游轮 有木游有木游啊 当然还有很多类似情节的电影 比如大话西游之月光宝和 我觉得本篇表面上讲的是一个 旧妻旧女的科幻故事 实际上讲的是人性 男主老王可以说是个好人 伊德高尚获了一大堆的奖 每天说着救死扶上是我的天职 而手中的手术刀 为了救心爱的女儿 也变成了一把土刀 生生的挖去了老铁儿子的心脏 谁的孩子不是孩子 谁的父亲不是父亲 站在老铁这个父亲的立场 一次次的撞死小小王 绝对可以理解 不要怪我恶毒哦 别说小小王是无辜的 谁的孩子不是无辜的 老二也很无辜的哦 不过救助时候 你就不能再上点心吗 毕竟车祸也是因自己而起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让我们庆幸的是 最后有个不错的结局 但总觉得这种毁灭的电影 大团圆的结局 显得有点刻意 当然 这并不妨碍我看到故事中的男人 为了挚爱去拼命救人 或者拼命杀人而感动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是一个父亲 是一个丈夫 他们必须去拼死一战 哦 这期很长 终于结束了 明明电影做的不多 一直以短片为主 所以才做了很不聪明的两段 并且有躲不开的事 外出耽搁了好久 让大家误会成掉粉 套路 这些我自己都不吃的做法 明明是新手 路还没摸手 就别说套路了 视频来说 分成两段 掉了大家胃口 是明明前考虑 再次给大家诚之道歉 也希望大家能多一点谅解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咯 下期再见